今年我省大豆种植面积新增10万亩以上 总面积达160余万亩 我省积极探索推广玉米和大豆 带状复合种植等新技术新模式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实现稳粮增豆 在朝阳喀佐县关大海管理区 钱坟分厂大豆播种现场 十几台播种机开展激播作业 当地农技推广部门的工作人员 对激播作业各项参数进行监测 今年当地合作社流转土地1000亩 全部用于大豆种植 种植大豆每亩可以得到政府汇农补贴政策 叠加起来可达500元左右 给了我们吃定心丸 还有农科院的专家技术支持 技术方面我们都非常认可 全市推行轮座面积是36万亩 示范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建立千亩食饭片五处 轻重千亩食饭基地三处 全面挖掘大豆增产农民征收潜力 今年是铁岭推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第一年 全市示范种植5000亩 在昌途县杨宇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大豆种植试验区 科研人员正在地理查看 土壤伤情和机器种植情况 玉米和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主要就是说要在保证这个玉米产量不减 或者是稍微减产的情况下 咱们就是尽得大豆的这个收益 我们设计了几种模式 主要是2比4 4比4 4比6的模式 去年7月 铁岭昌途县与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签订黑土粮仓科技会站框架协议 双方共同合作开展 旱地土壤保育和产能提升模式 研发基地 即昌途核心示范区建设 在昌途建造一个适合整个辽宁 或者是整个适合辽和平原的这种模式 今年以来 我省先后发布了技术方案和指导意见 明确了扩种大豆的品种 种植模式技术要点 以及大豆的品种